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可在假面球里 却有一人做到了分子和天才并存 他就是谭犁斗 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 最颜值和演绎并存的男人 下角的剧中的疯狂 已经到了能毁灭世界的地步 在剧情初期 谭犁斗一直用幻梦公司社长的身份 协助政府以及主角团一起 对抗出现在普通人身上的游戏病 但其实他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收集全部游戏卡带 以完成假面球编年史 为此下角选择和作为反派的漏洞体合作 在联动零奇的剧场版中 为了采集到开发新游戏所需要的数据 下角和帕拉德一起复活了 才前美之焰一行 接着利用他们对人类世界的憎恶 暗中采集新游戏的开发数据 后来由于车车意外 发现假面球幻梦的真实身份 为了不让自己的计划被破坏 下角在第七集时和帕拉德联手 靠着一招偷梁换柱 成功理解了有梦等人和车车的关系 为了完成假面球编年史 同时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神智才能 下角将周围的所有人 以及他自己 都视为完成编年史路上的工具人 为了收集丧尸卡带的数据 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得知车车已经找到老谭 并拿到之后的剧本时 身为假面球幻梦的下角 决定出手算计天真无邪的车车 在圣诞节当天 用刚制作好的丧尸卡带将车车送走 在第十五集时 面对调查车车死因的无证拥业 瞎角编出了因为不想漏洞 其被完全跟除 而杀死车车的谎言 实际上就是瞎角担心 车车将过去的事情全盘拖出 因此决定杀人灭口 而瞎角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完成假面球编年史 并向识人证明自己的神智才能 为此他不允许有任何人打乱他的计划 在剧中由于帕拉德天生反骨 经常擅自行动打乱计划 于是用神智才能的瞎角 决定对帕拉德降下神罚 分岁帕拉德想战胜有梦的愿望 所有说出了有梦能变身的真相 同时也诞生了假面骑士 白米赛跑的名场面 在瞎角的恶魔地狱下 勇猛因为内心的动摇 整个人变成一团数据 开分解 正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像下角已经尽可能的隐秘自己的位置 可惜摆秘一说 还是让卫生省的人查到了水表 为了让自己能完成假面就是边联史 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牢语之灾 下角往自己的身体里注入了漏洞体病毒 在游戏病并发后 被送了CR进行抢救 是要假装害怕死亡 告知了勇猛成为游戏病患者的真相 以此成功变取了勇猛的人的信任 并以此重新夺回幻门公司CEO的位置 后面由于勇猛的开挂以及帕拉德的简陋 被注入大量漏洞体病毒的虾角 迎来了他的首次下限 只不过作为生知才能的拥有者 虾角似乎早就料到自己会死亡 于是利用零级卡带 以漏洞体的身份重新复活 正式开启了他的洗白之路 如果说复活前的虾角 是一个为了证明自己才能 不惜夺走普通人生命的大反派 那么复活后的虾角 就是另一个极端 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的虾角 善勇们的人告知了只要消失的人数据不被删除 就不会真正死亡的真相 同时也将poppy的宿主 是自己母亲的事情告诉在场的众人 但由于双方对生命理解的不同 既然不欢而散 在下角眼里活着就是活着 不管是作为人类还作为记忆体 都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但在和帕拉德对战时 面对像母亲一样的poppy 下角的内心第一次感受到了触动 重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 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 下角挺身而出 替poppy挡下了致命的大招 而这一幕也是下角的人物形象 引来转折的关键点 在之后的剧情中 得知自己的神之才能 在父亲眼里 只是商品的下角 感到十分气愤 为了不让老谭继续玷污 自己视为珍宝的游戏 在勇闷的建议下 根据克罗洛斯的特性 开发出了无敌爹卡带 这也有了克命早爹的敏感 从此以后 每当老谭被暴打时 下角永远都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 同时也正是因为加入了CR这个大家庭 让下角理解了生命的重要性 由于经历了母亲的死亡 曾经的下角 认为自己正是因为理解了生命的唯一性 才开发出了假面骑士编年史 为了就能通过逆编程 重新拯救那些无法被医生们拯救的生命 通过这点我们就能看出 曾经的下角对于生命的理解 可谓是领先几百个版本 只不过下角的观点 对于目前的人类来说 还是太超前了一点 是好是坏 小神不敢随意评价 相信很多看过 埃克赛德小伙伴会发现 自从老谭出场后 虾角的身份逐渐从主角团的工具人 转变成了CR的吉祥物 各种原因以及奇怪的姿势 更是层出不穷 但这其实也是虾角 逐渐从一个偏执狂分子 转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的过程 在得知老谭让飞踩 故意给大我制造医疗事故时 虾角主动留下对抗老谭 让车车将消息告诉CR的其他人 并在之后的剧情中 为了找到能对抗游戏神病毒的疫苗 虾角被车射一个人刚死了70条命 最终研发出了能对抗游戏神病毒的疫苗卡弹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虾角开始了他的成神之路 或许很多小伙伴会好奇 虾角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神之才能 这里小城认为 虾角之所以会这样 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 母亲的早事加上父亲的眼力 让虾角十分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 为此他才如此渴望得到强大的能力 渴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贪力豆固然有让人可恨的点 但同时他也是个可怜的男人 他想做的不过是将自己的一切才能 奉献给人类的未来 由于原生家庭的原因 让这个本该有着美好童年的男孩 内心开始变得扭曲 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但好在贪力豆遇上有梦等人 在加入CR后 贪力豆也慢慢理解了生命的争辩 逐渐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 而贪力豆的人气之所以这么高 除了东大妈优秀的角色塑造外 演员演用彻野的精彩发挥也功不可没 好了本期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是小春 一个永远不会脱根的男人